一千米的維多利亞賽馬會 準備 十三檔是崇山寶 準備 一起步的時候 崇山寶應聲彈出在外蘭 中間位置還有順利得勝 好好計 花月佳琦 聖逆線 跑寶貝跑都走上去 再跟著後面那一陣 先見到 還有帝豪進駒 紅衣 黃當家後面江輝出擊 尾三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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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仙 包尾那隻就是羅馬兵 跑了接近一半 崇山寶貼著外蘭自己走 中間跑寶貝跑第二位 還有紅衣 第四位有花月佳琦 中間還有這隻好好計 裡面黃當家帝豪進駒 後面還有順利得勝富貴金龍那些馬 鬥到最後三百米左右 前面透出還有崇山寶 跑寶貝跑向第二位 見到外面 納上來了 花月佳琦 中間位置還有富貴金龍順利得勝 最後一百米都 跑寶貝跑出來先 但是外面上來就是花月佳琦 再在裡面還有好好計 接近終點了 跑寶貝跑贏了 第二名花月佳琦 第三名就是好好計 第四名就是崇山寶 結果這場賽事 這隻跑寶貝跑 突圍出了 在最後一百米已經 花月佳琦外蘭那隻 裡面三號是好好計 結果跑寶貝跑贏 花月佳琦第二 好好計第三 崇山寶第四 跑寶貝跑 四隻四隻 不過就完全錯了 整個次序 最冷的就排起來 對 花月佳琦第二 第三就是好好計 第四就是崇山寶 羅馬兵那隻跑得頂 對 第二但也算 dizzy 岩容易 但現在變了 我現在是スキ... 對 七就是十五倍先 前列 跑寶貝跑 這個巡邏影片 沒問題啊 起步崇山寶 他旁邊是羅馬兵 跑步背跑跟他差不多同速 紅衣咧咧反而不夠快 好好機也夾到他中間 人類出閘也比較輪盡 就是講他的紅衣咧咧 羅馬兵在哪裡啊 現在還是包尾 這裡輸多少 七個馬位都... 不止啦 在前面越走越快 你看他現在下距很慢 那隻羅馬兵是抱抱抱抱 好了 崇山寶這裡 跑步背跑 以為拋掉就跑步背跑 原來不是 我過來說我忍住 忍住你 反而花月佳琦 你見到踩上來 他的勢力應該是他比較強 跑步背跑更厲害 富貴金龍 吸數就有在這裡 這裡有人要負責 那邊都窄位 你看到你來是否負責 龍馬兵真的很厲害